演員金大鳴彈著電子琴 唱出溫暖有力的歌聲 這是韓劇機智醫生生活 每集都會有的恋團時間 這回主唱換人當 金大鳴取代的總是擔任主唱的曹振士 演唱情歌在秋天的郵局前 堪稱第二集的彩蛋 意外的實力收穫一片好評 網友直說超好聽愛慘了 這根本可以預約姻緣榜冠軍 其實在疫情期間 五位主角都相當投入樂團練習 果然大大為戲劇加分 延續上一季的暖心情節 但有網友發現描述病人的部分 篇幅似乎變少了 懷疑是不是因為疫情影響 導致演員擋棄大亂 也不方便找太多其他演員 在網路上嫌棄議論 還有人意外發現這個小彩蛋 郑敬浩在甜美度耳邊 輕聲細語的說 那就是所謂的藍牙 立刻讓粉絲聯想到 先前郑敬浩上綜藝玩遊戲時的畫面 頭髮 頭髮 接近後必須靠嘴型拆出單字藍牙 卻總是答錯 讓出題者劉演習氣到說不出話來 當時笑凡觀眾 沒想到如今也被導演安插進戲劇裡面 也讓人會心一笑 TVB的新聞陳文鴻 你會喜歡的台北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TVS News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用手機下載TV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使